1771年,辽阔的哈萨克草原上,一只疲惫不堪的部落正在向新疆奔驰而来,他们经过无数次的生死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被称为土耳呼特部东归,土耳呼特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部落,他们为何要游牧到东欧平原,又如何要东归,他们的后一位祖国做了哪些可歌可泣的贡献? 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土耳呼特部属于威拉特四部之一,威拉特也就是明朝所说的瓦剌,他们在清朝初期建立了准嘎尔韩国,称霸中亚将近百年,在准嘎尔部强盛起来之后,土耳呼特部就遭到了欺压,1628年,俄尔勒克就带领土耳呼特部西迁,一直辗转到了水草丰美的南俄草原,根据考证得出,土耳呼特部原本居住在贝加尔湖一带, 最早被称为克列替部,意思为警卫,因为他们的家族曾经担任过承吉思汗的护卫,看来,这是个一个拥有光辉历史的部落,是一个战斗的民族,土耳呼特部西迁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增加到了几十万,军队也多达八万,虽然日子过得比较安逸,但是他们并未忘记自己的故乡,也并未忘记自己就是蒙古人,1640年,蒙古各部在漠北举行会盟,意图调和蒙古各部的纷争,移植对外, 最后制定了卡尔卡维拉特法典,托尔呼特部首领厄尔勒克也参加了这次会盟,不过卡尔卡维拉特联盟并未持续多久,就在清朝的进攻下瓦解了,蒙古各部纷纷宣布臣服于清朝, 1655年,托尔呼特部前使入共,在名义上成为了清朝的藩属,顺治,康熙年间,托尔呼特部多次来北京朝贡,当时,托尔呼人的生活情况也是越来越糟糕的,他们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怎么能不受他人压迫? 早在1644年,俄罗斯进攻土尔呼特部,厄尔勒克英勇牺牲了,此后,俄罗斯要求土尔呼特部向沙皇宣誓称臣,承担兵役的义务,在俄国人的欺压之下,土尔呼特人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1712年,康熙帝派遣土里称到达土尔呼特部驻地,进行了慰问,土尔呼特汉阿玉奇说,满洲,蒙古,大帅香类,想起出碧系同源。 蒙古衣服貌势,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可见,土尔呼特人已经有了明显的中国认同,1756年,土尔呼特部再次派遣使者途径俄罗斯,经过三年跋涉来到北京,朝进了乾隆皇帝,使者向乾隆帝传达了土尔呼特人的态度,复之,指俄罗斯飞翔之也。 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随着俄国对土尔呼特部的压迫越来越强,土尔呼特部想回归中国的想法就越来越紧迫。 1761年,土尔呼特汉敦罗布拉什去世,其子沃巴西继承汉卫,年仅19岁,当时,俄罗斯想彻底征服土尔呼特部,让土尔呼特成为俄国的一个行政区,他们扶持土尔呼特部中的的清俄势力,许多土尔呼特贵族都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 改为了俄国俄国姓氏,不仅如此,俄国还千方百计削土尔呼特汉的权利,让大汉之下的扎尔顾由俄国直接任命,俄国让顿和流域的哥萨克大量移民土尔呼特部的领地侵占其牧场,当时俄国不断和瑞典,土尔其征战,许多土尔呼特人被强迫参军,对土尔呼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时候的土尔呼特人想家了, 他们想到天山之上,美丽的雪景,想到伊犁河谷,水草丰美,万马奔腾,想到二泰山,雄伟阿诺,正在这时候,沙俄又要征兵了,他们要求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参战,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屠杀政策吗? 于是,沃巴西决定回归中国,他一方面谋划东归之事,一方面带领几万土尔呼特人对土尔其开战,以稳住俄国,1770年秋天,俄土战争暂时结束,沙俄立即要求沃巴西将儿子送到彼得堡作为人质,并征调一万人加入俄军,在这千军一发之际,沃巴西召开动员大会,于1771年1月正式起兵,带领土尔呼特部3.3万余户,16.8万余人,开始东归之路, 然而,俄国怎么能允许托尔呼特人迁走呢?叶卡捷琳娜二世立即调动大军围追堵截,托尔呼特部就将部队分为三部分,精锐部队在前面开路。 老洛夫又在中间,沃巴西自己带领一部分断后,托尔呼特部渡过福尔加河后,很快就被俄国的哥萨克骑兵追上了,大约有9000人英勇牺牲,之后,哥萨克骑兵又抢先占据了奥琴峡谷,准备再次伏击托尔呼特人。 沃巴西到达峡谷后,采取了蒙古人车侧以包抄的传统战术,全建了哥萨克骑兵,托尔呼特部一路上忍急挨饿,又遭到哥萨克的不断袭击,人口大量死亡,有些人动摇了,他们想放弃东归,沃巴西则再次召开会议,让大家坚持,绝不回头。 是的,如果回头了,那就可能被俄国全部拉上战场,充当炮灰,最后民族凋零,他们唯一的方面就是东方,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1771年4月,俄国派遣人来,通知清朝,要求清朝按照恰克图条约的规定,拒绝托尔呼特人入境,定边左副将军车不登闸步,立即向乾隆奏报了这件事情。 随后,清朝内部出现了争论,许多大臣认为应该拒绝他们入境,以避免和俄国发生战争,但是乾隆皇帝力排众矣,他认为,既然图尔呼特部前来归顺,就应该接纳。 的确,乾隆这辈子从来不怕开战,当图尔呼特部到达伊犁后,乾隆立即回复俄国此等厄鲁特因在尔处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泽,投奔大清,实属成心归附,大皇帝施恩,将其户口,属众分别指地而居,各自获得安生之所。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立即回信,说如果不交出土耳呼特部,就发动战争,乾隆大怒,回复道,尔等若要追索一等,可于俄罗斯境内追索之,我等绝不干预,然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与我界内追逐,若尔等不从我言,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面对巅峰的清朝,面对和自己一样好战的乾隆,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心虚了,他选择了妥协,随后,清朝热情招待了土耳呼特人, 这一时,人手之一,分地安居,是就弥谷而自耕目,清朝给土耳呼特部,纠结了牲畜27万头,粮食4万弹,银两20万两,还有大量的茶叶,棉布,现在土耳呼特部终于不用忍计挨饿了,1771年9月,沃巴西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帝,乾隆风,他为卓里克图汉,此后,清朝又将土耳呼特部分为四盟时期,分别安置在北疆和科布多地区,1771年10月,乾隆下令 并在成德普陀宗城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汗,蒙,藏四种文字,明刻他亲自撰写的,土耳呼特全部归顺记,和, 并续土耳呼特部重计,纪念这件大事,土耳呼特部东归,恰好填补了准嘎尔布人口大量减少带来的空白,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1775年,沃巴西不幸深染劣迹去世,年仅33岁,他临终前,叮嘱不足民众亲于生产,安守本分,此后的土耳呼特部在二泰山一带安定居住,并守卫祖国的大好河山,为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820年,张格尔之乱爆发,土耳呼特人深与平叛,1872年,阿古伯入侵新疆,土耳呼特人英勇抵抗,八千人战死,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科布多的土耳呼特人坚决反对,并且大量南迁到新疆吉姆萨尔县 1937年,第十二代汉王满楚扎克,因进行抗日募捐,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可见,土耳呼特人的确是英雄的后裔,战斗的民族 现在,土耳呼特人分布在祖国的新疆,青海和内蒙古,他们继续为开发边疆,维护国家做出贡献,土耳呼特部都去了一百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沙俄动不动就对土耳呼特人搞经济封锁,搞得土耳呼特人上上下下生活物资齐缺,终于土耳呼特人忍不了了,老大和鄂尔勒克带着主力杀向阿斯特拉罕 结果被杀得惨败,和鄂尔勒克也战死了,接下来的时间,俄国人上锁链一般,一点点的锁死了土耳呼特人生存之路,不但加紧收缴了土耳呼特人贡品,而且还胁迫在沙俄出征时提供青年士兵,17世纪的沙俄和瑞典,克里米亚汉国打得不可开交,跟着俄国人土耳呼特人很多都成了炮灰,经济和军事上的压迫还是开胃菜,俄国人还要净化土耳呼特人的灵魂, 一点点的让这些西迁的蒙古人感受东正教的关怀,托尔呼特,俄国人称卡尔梅克人,接受俄国东正宗教洗礼的最早记载是1673年2月27日,当时卡布洛首领阿尤卡递交给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奥多耶夫斯基的宣誓书,阿尤卡表示效忠沙皇,并帮助俄国抵御外敌,还做出了将不信东正教的族人带出俄国城市的许诺, 不过沙俄在高加索以北的宗教童话没有其他地方做得成功,到1917年沙皇一家吃了枪子,很多高加索山以北的民族还是坚定地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在沙俄越过越窝火的托尔呼特人在1750年中期得知,准戈尔人在新疆被清零了,树挪死,人挪活,干脆卷铺盖回家吧,而且这回伊丽草长没啥人说定能再混个大户型新家,尽管首领沃巴西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 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危急,必须马上行动,不巧当年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福尔加河左岸的族人无法过河,只好让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公元1771年1月5日凌晨, 沃巴西率领17万族人,踏上了奸南贤祖的东归之路,留在南俄的同胞被称为卡尔梅克人,经过奸南贤祖和沙俄的追击,只有6万多人来到了新疆,这让当时的边防清军大为警惕,不过当时清军还在战力巅峰, 沃巴西看到军容整齐的清军也表示足够的善意,要归顺天朝,希望在伊犁地区放牧,不过乾隆经过咱三考虑,把这批归国的蒙古人继续向东迁入了巴音布鲁克地区,虽然没有拿到心心念念的伊犁,不过好歹不用担惊受怕了, 欧亚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就结束了,托尔呼特人靠人挪活术挪死的精神,保留民族的活种, 今天托尔呼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今天的巴音锅棱蒙蒙古自治州,留在俄国的同胞倒霉得多,沙俄时代就是炮灰,到了苏联时期,因为二战有部分人身与纳粹德军, 战后整个民族被斯大林搬到中亚,直到六十,七十年代才迁回故地,伴随着俄国的经济动荡,这里的经济水平也不太高, 不过好歹是熬过了解体后的动荡期,今天稍微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